近日,好先生曝光了张一星的碎屏板海报,海报中,张一星身着简约时尚的白色春衣,外达低调黑色夹克,展露出他所饰演的菜鸟厨师努力踏实的人物个性,他嘴角微微上扬,扣画出一个摄势不深,却不畏困难,执着坚毅的懵懂少年形象。 此次的乖乖牌算是张一星本色出演,自身温暖呆萌的气质贴合其他之中的角色小菜自带治愈功能。 此次在好先生中张一星水演的小菜与苏鸿雷水演的路远再续前缘,以试图身份聚首共同修炼厨艺,这对曾经的兄弟,在剧中一个是放荡不羁,管得自义的后厨老大,一个是勤奋努力,乖巧鲜嫩的暖男菜鸟,两种不同风格的混搭带来另类视觉冲击,让众多网友不禁严谨居重。 张一星曾在某次好先生的摊班采访中坦言,对洪雷哥是爱恨参半,原来是因为在剧中苏鸿雷这个步走寻常路的师傅,令他千百遍也不厌倦。 除以进阶之路不易,究竟小菜如何一路打怪升级,获得米其林三星大厨,路远的青睐,试图二人又将引发怎样的化学反应,拭目以待吧。